这是什么情况 和我们的比赛中 日本队落后却笑得很开心 我们领先却很严肃 这是什么比赛 我们国评两位超新星 竟然被打得如此狼狈 光头削霸的门徒 个个有血性 海蝉姐妹在她手下 能否变成凶残的鲨鱼组合呢 刚刚结束的休斯顿式拼赛 女双八强战中 世界排名第十 仅搭档两年的海蝉姐妹 遭遇了世界排名第一 搭档四年的日本队 石川和平也 我们还有一个劣势 都是右手 相比对手的一左一右 这是先天烈士 双打要求配合默契 一加一大于二 日本队做到了 这场比赛也让我们陷入苦战 打出超多精彩队攻球 堪称近年来经典对决之一 现在送上新鲜出炉的比赛极紧 第一局 双方都很谨慎 毕竟没交过手 于是就你摸摸我 我蹭蹭你 就像我朋友相亲 了解之后再决定 接下来是看电影还是干别的 于是双方比分一直僵持 等到6比7时 日本队率先发力 利用熟练的配合 以及左右手的优势 通过多拍相持 打出超快的速度 迅速拉开比分 而我们的两个宝 好像是突然熄火了 连续几个失误 把对手送到局点 难道首局我们就输掉吗 海产的配合进步明显 在多拍相持中 也不落下风 随着他们进入状态 能否占据场上优势呢 第二局 为啥看国平比赛 前一两局总会丢呢 因为对自己足够自信 不急于出招 先放一两局观察再说 现在就轮到海产姐妹出手了 先是通过连续进攻 左右调度对手 成功得分 然后是突然打短球 让日本队措手不及 紧接着又是利用单板质量高的优势 通过快速进攻 连续得分 感觉海产的进攻套路 真是层出不穷 变化莫测 虽然配合比较渣 但是能力真是强 你们一加一大于二又怎样 我们是二加二大于三 于是 在我们行云流水的进攻下 日本队只能喊着哑妈爹 挨打 大分追成1比1 这局我们试了多种 进攻战术 接下来 就是利用效率最高的一种 快速击垮对手 第三局 海产姐妹的战术 很明确 那就是利用个人技术 在前三板就解决战斗 不和对手打相持 同时 主攻对面的石川家纯 估计昨天梦姐告诉他们 最近平野很疯 昨天差点打赢 于是 局面就变成 我们用绝对的实力 残忍地打击对手的弱点 而比分就像一江春水 直写而下 我们夸张的 已是比三拿到了局点 面对悬殊的差距 日本队反而在笑 你们在笑什么 难道已经看破红尘 其实红尘本来就是破了 最终 我们拿下这局 但最后时刻 日本队在释然的心态下 反而打出好球 追了几分 也正是这种心态 接下来 让我们吃尽苦头 第四局 他们还在笑 这是真不在乎 还是假的呢 但不管怎样 担心什么来什么 对手完全放松下来 这是最可怕的 他们战术很坚决 也很简单 就是利用 我们双右手的劣势 闭着眼睛 猛攻我们正手 而且取得奇效 打 打 打 x2 我会已经什么 打 打 打 x3 打 打 打 x4 打 打 x2 打 x3 打大 打 x3 打 x3 猛攻正手得到5分后 他们又开始一根筋的 猛攻我们反手 完全不讲理 简单 粗暴且直接 难道这就叫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我们被对手的横冲直撞 打得完全没了节奏 接下来是紧张的决胜局 对面有无敌的心态 海产姐妹一定要顶住 消霸赶紧之招呀 第五局 其实双方都摊牌了 战术很清晰了 我们就是利用个人能力 利用发球进攻 抢前三板 同时 揪住石川猛攻 而对手就是打箱持球 打速度 至于上局的菜刀战术 我们只需加快移动速度 加大跑动距离就能化解 但这仅仅是纸上谈兵 实际情况更复杂 最最紧张的时刻来了 海产能否淘汰对手 让他们笑不出来呢 关话筒 记得嘴里别吃东西 容易像我一样噎住 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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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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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